在过去一年,我们这两个邻居,韩国和日本关系闹得很僵 韩国法院判决日本相关企业要赔偿 日本说,几十年前我们就赔过你们了,你们怎么又来翻旧账啊 于是,日本对韩国相关产品断供 直接导致韩国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的行为 究其原因,双方的矛盾还是对于当年的场战争的认知 以及韩国人长久以来抱怨日本对未安妇问题上遮遮掩掩 既不道歉又不赔偿 韩国人还是很有血性的 知道你日本不愿接这个旧伤吧 所以韩国人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修建未安妇铜像 还专门找日本在当地的使领馆 就把未安妇铜像立在你的使领馆对面 炯炯的眼神就瞪着你 在韩国人的努力之下 说实话,全世界有很多人都知道了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颇为佩服韩国人的 然而,大家知道吗 日本人当年犯过的罪行啊 韩国人也犯过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韩国经济腾飞 从一个处于东北亚角落的小国家 穷国弱国平国 一跃成为了世界发达国家之一 就在今年 韩国经济总量还迈入到了世界前十的位置 说实话,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是由很多国家获得了独立和新生 全世界范围来看 国家数量从几十个增加到了快两百个 然而,像韩国这样能够浴火重生逆袭的国家 没几个 韩国是如何挣到它的第一桶金的呢? 我们以前讲过 大概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方面来自于日本的赔偿 韩国时任总统朴正熙任内和日本签订了赔偿协议 一揽子解决啊 日本一共连赔款加贷款给了韩国八亿美元 这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八亿美元,相当值钱了 所以正是因为当年给钱了,因此日本政府现在才大为光火 他们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咱们签过约了,该赔的钱我们赔了 现在你们怎么又要钱了? 另一个方向呢 是来自于韩国老百姓的出国打工 男的到德国去挖矿 女的到德国去当护士 他们赚来的工资啊 有90%汇回到了韩国国内 可以说是一整代韩国人996的在国外打工 帮韩国挣到了第一桶金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第一桶金 那可是充满血泪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国陷入到了越战这个泥潭之中 到今天为止 很多美国历史学家都说啊 美国在上世纪最大的失败恐怕就是越南战争了 然而越南战争可不是美国一家打的 美国自己也知道 要投入大量兵力到这个远离本土的国家是很困难的 所以美国当时就打上了韩国的主意啊 美国跟当时的韩国政府商人我们要派兵到越南打仗 但是兵力有所不足 你们愿不愿意出兵呢 如果你们能出兵 那美国给你提供武器弹药 美国给你提供后勤支持 而且还能让你狠狠的赚上一笔 对于当时那个韩国来讲实在是太穷了 能有出国打仗挣钱的机会也是极好的呀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韩国出人 美国出钱来打这个越南战争 从1964年到1967年 韩国一共向越南派出了五批大规模的军队 起先两批啊 还以这个一流和特种兵为主 大概就是几千人 到了1965年 第三次派出的部队 包括了首都师海军陆战队第二旅 兵力接近两万人 而第四次派兵派出的部队 包括第九师首都师第二十六团 兵力达到了两万四千人 后来据韩国国防部的公开数据显示 从1965年到1973年 韩国一共向越南派遣部队31万人次 韩国在越部队常年保持在五万人左右的规模 仅次于美军 可以说越南战争不光是美国人打的 也是韩国人打的 在接近十年的战争中 韩国士兵战死4624人 负伤超过一万七千人 当然韩国士兵的伤亡也换来了美国的大力支持 当年的韩国可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韩国可以说是负的流油 所以特朗普总统几次三番打韩国的主意啊 我有几万美军在你那里驻扎 一年你才给我个八九亿美元军费 太少了 至少四十亿美元起 而当年的韩国实在是穷啊 所以帮美国打仗 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美元援助和市场 这才让韩国真正赚到了第一桶金 开始了经济的腾飞 可以说韩国经济的起飞 既建立在本国士兵的大量伤亡上 也建立在越南百姓的血泪上啊 您想战争都是残酷 而且越南老百姓遇到的是非常不讲军纪的韩国军队 以前我们就经常跟大家讲啊 韩国这个国家挺特殊的 它是直接从封建专制迈入到现代社会的 所以韩国上下都保留了很多封建残余 古代打仗咱们知道那是非常残酷的 经常有屠城的行为出现 什么意思 大将带领一支军队去攻打敌方城池 久攻不下非常恼火 于是许给自己的士兵啊 把这个城池打下来 我让你们纵情三天 想杀多少人杀多少人 想抢多少财宝抢多少财宝 把整个城都屠了都没问题 对于古代人来讲 我屠城这是对其他人的一种警告 你们以后抵抗不要那么卖力了 否则城池攻下来 所有人都杀光 韩国军队去打仗 或多或少就有这种封建军队的思想 相对而言 美国军纪虽然不算太好 但起码他们是个文明社会 韩国军队那比美国实在是差太远了 近些年来很多当年韩国军队在越南的暴行被纷纷暴露出来 有人就统计过啊 韩国军人在越南涉及的著名事件包括了太平村屠杀 封一与封二屠杀 和美屠杀 长秋屠杀 延年扶平屠杀 平和屠杀 平泰屠杀 西戎屠杀等等 韩国军队在越南大肆屠杀的不光是军人啊 还有很多老幼妇女普通老百姓啊 说实话 很多今天解密的史料就显示 当年的南京大屠杀 施暴的不只是日本军人 还有日本当时殖民地韩国的军人 很多中国人都说这个二鬼子比小鬼子还可恨 是的 在越南战场上 韩国军人也显示出了他们的残暴一面 除了屠杀 日本人当年犯下的罪行 他们也犯过 据今天解密的史料显示 韩国军人在越南战场上也设立了卫安所 当时韩国军人在越南设立了三种卫安所 一类是固定在比较大型军营的城市卫安所 一类是流动性的卫安所 主要在最前线供军人使用 而第三类则是军队直接在当地雇佣的妓女 这些卫安所屡大多数是越南当地女子 除了职业性的之外 还有很多人是被韩国军人强迫的 经过十年的战争 韩国人最后在越南留下了接近三万个婴儿 这其中有大量的都是被强迫做慰安妇的越南妇女和韩国军人生下的 时至今日 韩国经济已经是世界十强了 越南经济也在不断蓬勃发展 还有很多韩国企业来到越南设厂 然而韩国军人曾经在越南犯下的罪行 却很少有人提及 今天韩国屡次要求日本对未安妇问题道歉赔偿 这个绝对正确 我们适应当时不时的敲打一下日本 警惕它军国主义思潮的复燃 那么同样的事情韩国要不要做呢 如果韩国上下能够首先正视历史 把自己当年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的挖掘出来 对当事人道歉赔偿 反思本国军人也有很多恶行 那么是不是会给日本立个标杆当个榜样呢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